大家好,我是Erdream珠宝频道主播幽静,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了 上周国际钻石交易因为美国与印度市场正值零售业淡季,因此交易放缓 而比利时钻石市场则在复活节假期期间交易清淡 目前市场上对进度VSI获行的商品需求较强 高进度VVS获行的商品则需求依然疲软 戴比尔斯看货会钻石原石的价格稳定,但买家可以在看货会体制外的竞标或拍卖中找到更好的价格 由于害怕违反制裁禁令,欧洲与美国的裸钻买家要求钻石出口商就算是重量1克拉以下的钻石,也要提供原产地声明 由博兹瓦纳政府独资成立的奥卡万哥钻石行销公司Akvango成为天然钻石委员会中的第一个已非开采钻石矿位本业的成员 据报道,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Blackstone黑石集团,在购买全球最大的私人钻石鉴定机构IGI后,已计划让IGI在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上就是上周国际钻石市场的最新资讯整理 谢谢大家的收看